嗨,早啊,来北欧之后我其实很少化妆了 介绍性的花运动也使我整个人的状态比较放松 但有时候会追求一些仪式感出门 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我只用5个产品的 No Makeup Makeup Routine 无妆感的极尖养护 我感觉我今天受到北欧人的影响 包裹肉类要黑个泪,保持平和愉悦 没有男傲的那种躺平感 我形容为恰到好处的活力和显示 极有松弛感有自律 体现在工作、运动、饮食、内服等方面 我来挪威以后开始对这些伤心 来,先干饭,早晨试水果比较好消化 然后鸡蛋上这是鱼籽酱 还加了个叶,假装厨师 早晨来两粒我的美丽补剂 最近照镜子很满意自己的皮肤状态 感觉化妆也很服贴 其实我一直是内调的受益者 平常有泡各种花茶 也一直有内服的习惯 科学的口服并不是智商税 在国内外都是很严谨的领域 我对吃进去的要求也比较高 最近几个月一直吃这个概念180的反重力胶囊 专门针对松弛下垂的 比起科技感 我更喜欢这种轮廓自然向上走的状态 它提升的是全身心的活力和状态 无关年龄、性别和外貌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理念 人体就像一台不断运作的大机器 我们连垮不是只有外面的皮松了 肌肉、骨骼都是跟着往下走的 它里面就是精准的配方 不光可以促进胶原 还能提升细胞的活力 从内撑起皮肤 内服选对了也可以是极简的 一瓶龙底好几瓶补剂 这算是我极简妆的第一步 我相信那条打造的好皮肤的基底特别重要 而且养护了咱瓜子脸的骨像感 OK极简妆的第二个产品是NARS的有色棉霜 我早上已经涂了基础的宝石 这个有30的防晒 色号是Saint Moritz Medium One 有色棉霜算是给我双重宝石加云敷防晒 第三个产品 你慢慢想不到吧是凡士林 我用它代替了眉线笔和睫毛膏 因为我的毛发比较重 所以我不需要再描绘 我只需要往下捋一捋 就在眉尾啊 往上捋一捋 就是把眉尾捋出一个形来 然后睫毛这样往上 它有可能就两三根粘到一起 这样增加浓稠感 就类似无色睫毛膏的效果 我的睫毛算比较长的 比较幸运的 当然上天是公平的 我的鼻梁就比较塌 第四个产品 无印良品的旅行睫毛夹 我夹我夹我夹夹夹 把睫毛夹翘了 提升整个人的精气神 心灵的窗口打开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产品 MAC的唇线笔 Spice色号 我属于上下唇部一个颜色 我只要是喵喵边 下唇这个往外画 方向一点 然后理科做一下 如果想要腮红 就随便来两下 嗯 嗯 实际笔的好处是 你描边比较精准 而且里层不涂的话 你不会像口红那样 吃东西会粘上去 So easy 三分钟都不到 然后我需要整理一下头发出门 字幕志愿者 栩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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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栩余 非常舒服的百分之百羊毛山一点都不渣 因为小姐姐说这种薄的厚度是特别实用的 因为夏天的晚上也可以穿 她说因为特别柔软 平时在家呀或者办公室就贴身穿 如果去滑雪或者运动 可以里面穿一个薄的基础层当中间层 我真的太喜欢了 但是我想要那个浅灰色 没有我的号了 这种店肯定忍不住进来呀 就是又可爱又休闲 都是Gmart的 但都是棉的 没有安静 是的 当然 是我喜欢衣服的衣服 如果是衣服的衣服 我们有这种衣服的衣服 在衣服 我现在去图书馆的Sprall Cafe语言角 那里面有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带领这些外国人练口语 这是我唯一能练到语言的机会 我现在的水平就是把知道的不多的词汇拼在一起 不顾于法的一顿输出 但主要是敢说了 敢说很重要 我觉得慢慢的还是有进步的 我之前对我自己学语言一点信心没有 但是现在很多东西能看懂了 然后之前别人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现在能听懂个大概 天冷和辣和smoothie 天冷的时候只想进室内喝咖啡 这个标志是押金的意思 你把瓶子退回商店会退你两颗狼 如果大一点的瓶子或者说铝罐退三颗了 我还是比较省的空瓶子 不要再拿回家 你把图50天啊 我们要排队拿这个号 如果来晚了排到最后头就没有名额了可能 这是在来标志里的位置 我会黄牙的位置 跟 numbered屁股 我好看 你的风水 今天早上早上我就在买几会 我就想聊聊天 我现在当时做个联系的喜谱 但是我第一次去买几个小孩 但是我有一組来在旁边 我开简说几个小孩 我现在属于刚过了学语言的这个初级阶段 就想抓着挪威人聊天 就像小孩刚学会说话就开始扎着扎有表达欲了 算是本爱人第一次有想主动唠嗑的冲动 先回家啦开森